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我许珊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于奥尼克安全会议上 王毅部长相当忙 早前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很可惜国际线流亡 一天到刻又说自己什么倡议 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又说呼吁哪里哪里的国家要如何如何 如何去帮香港制裁中国 冒上了自己成为百万通缉犯 或者要流亡 要通缉 甚至乎终生都不敢回香港 或者和家人要断绝陆亲 像罗管聪那样 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反中乱港的行为 究竟这些爱国势力 看到王毅部长 会不会就是兜口兜面地跟他说 释放黎智英 或者释放香港的议事 要让香港快点有民主自由 不要23条立法 不要再有港区国安法 要快点废除他 正所谓废人废语 原来我们较早前就看到布林肯 也没有再加一声 完全跟香港人权问题的状况 叮点而没有 对于另外英国的外交部 外交大臣金马伦又如何呢 毕竟是前首相 他也有份跟王毅会面 我们看到他们进行了一个双变会谈 然后两方面都各自各去说 大概说了什么的内容 我们看到英国外交部最新出了一个声明 就说金马伦就在会议上 和王毅部长表达了对新疆和香港人权的关切 还有要求释放黎智英和取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 当然这个就是最美美才说的 我估计 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声明 这件事是排到最底的 我们要留意金马伦的重点是和王毅部长谈什么呢 就说英国方面愿意从战略角度来看中英关系 还有希望和中方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还有这个点是相当重要的 是互相尊重的方式去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 英国方面将会继续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推进大家的合作 什么 金马伦你说到和中方势不两立 黄金时代已过中英关系等等 现在见面之前就相当凶狠 又说要放黎智英又说这样那样 好疯的 最后就是轻轻带过黎智英那些 但是主赛来说很明显就是希望和国家方面有利益上的合作 代表什么呢 就是做生意 很简单 他也说得明白 期待和中国方面可以加强再生能源、经贸和教育等方面的对话 即是代表什么呢 那时候又说为什么内地学生去了英国留学 甚至乎较早前有一些移英港人的集会 出现过有内地去英国留学的大学生 就和他们有些争执等等 又拿到别人的证件 又分发别人的私隐 又贴出来 又在追击别人 在哪一家大学读 又说要去投诉他 又说要人赶他出去英国 不要让他继续在英国读书 又说人家是间谍 即使我们看到 教育方面都希望大家有解谈 经贸方面当然很多元化 还说到作为联合国安利会常任理事国 中英两国都应该共同维护和平安全 建设更好的世界 为什么这帮移英港人 什么意见领袖 尤其是在英国那一群 有时看到这些人渣 我都觉得作呕 即是说到英国方面 对于中国方面恨之入骨 就没办法谈 这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假象 当然我们也见到金马伦 没几天前 都见到英国的政坛方面 就向他施压 就是叫他去到王毅部长面前 一定要兜口兜面 说到要放黎智英才行 即是把球大脚交给他 等他去到王毅部长面前 大脚抽射 他们叫他说的更夸张 记得看到王毅部长的时候 要说到中国人权状况 包括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西藏人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英国公民黎智英 在监狱这么惨的待遇 还有那些严刑逼宫 即是十二港人的李宇軒 现在搞搞阵没有帮衬那些 即是现在去夹卡门伦 金马铃要这样做的就是常常批评 中国人权状况 就是英国保守党前党魁 施志安还有什么差事 对华政策 跨国会联盟 等等等等 又不是你去 又要叫人这样做 当然你叫得这么凶狠 即是叫得很大 如果金马铃去到没有预期的效果 或者没有说到那么多的时候 他们就站在道德高地 去射爆金马铃 所以去又死不去又死 他最后轻轻大说会关注 甚至英国方面 对于什么黎智英 什么人权 香港人的人权也没有提到 只是提到黎智英的 另外也提到金马铃也提到 希望中国方面可以发挥对伊朗的影响力 对于业门的叛军青年运动 叫他们不要再攻过红海的商船等等 可以看到是比较上宏观的东西 即使看到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 如何协调得到 似乎都是倾向和平共处 希望大家少点争论 或者在共同利益上如何谈好它 如果说到那些移英港人 或者所谓KOL黄色那些 说到天下为宗 世不两立 又做些什么的 令到中国很难堪 很难看 影响他们的经济 又说中国的经济不好 生意很差 社会很萧条等等 但我们现在看到 金马铃这样说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都不需要理他们这帮格拐 就叫这么多了 好了 我们也可以看看 中方又有如何的说法 我们看到最新在外交部的网站 都有贴到相关的消息 就是和英国外交大臣金马铃的会面 那我们看到王毅怎么说呢 就说当前国际局势 变乱交绩 冷战思维就犯起了 保护主义也示弱 经济复苏就持缓 全球挑战性的东西就接种而来 中国和英国同样都是 联合国安理会上任理事国 应该大家要加强战略沟通才行 来促进安全和维护和平方面 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英方那边所说的内容 听起来有些近似 就说大家一定要加强交往合作才行 还有一点 就是要妥善地处理一些分歧的矛盾 来推动中英两国的关系 要重回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正确轨道 这样才会符合两国根本上的长远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 就算我们看到英国方面 尤其是政坛小丑 这么多小动作 完全是无需理会这些杂音 所以看到王毅和金马伦的会面 是丁点而没有去理会这些杂音 这些就是正确的态度 应该要处理的事就要去处理 这个人又说那个人又说 七嘴八舌 这些无关事的人就通通弹开 如果你受到他们的影响 然后还要带到这些高规格的会议里面 这些是很愚蠢的事 因此你们说要金马伦要兜口兜面 说些什么什么 要争取到些什么什么 还是怎样 不是好像你们这样的 那么喜欢就去骑劫 例如立法会或者游行 就去骑劫 本来不是那样的 就去搞了一些 以前又要弄个投影机 吠个五大诉求的字 就在立法会里面 还是什么 明明是特首答应大会 你们就搞了这些 不过这些就叫拘往矣 这些人的作风就是这样的 那间接地真的代表什么呢 就算金马伦现在是有去谈 什么释放黎智英 还是怎样的 好了 我们看到中方刚才我都说了 外交报的网站怎么说呢 赤字没有提过黎智英 或者什么新疆 什么疆 完全没有提过 就是代表什么呢 就算去到英国的外交大臣 真的有跟王毅部长去说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 我不回应你也就是不回应你 甚至乎你们两个怎样说 说完之后有没有回应你 有没有什么下文 或者有什么说法 我们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们看到 双方事后的声明里面 或者说回相关内容的时候 你们看到是无需要理会 金马伦这些提出来的要求 什么释放黎智英那些 如是者代表什么呢 我先讲一次 当你们国际线所说的 是影响到 例如罗冠聪 什么郑文杰 什么揽炒巴 什么争取民主自由 什么组织 英国方面 听到你们的诉求 听到你们的呼吁 听到你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去到金马伦 见到王毅 就算说完的话 我不理你 我听到也好 我不回应你就是不回应你 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 审讯是会继续 回应你都觉得浪费自己时间 或者觉得自己 好像又再重复 这些是司法独立 所有的审讯 也都是公开透明 和公正等等 如果再重复 你不嫌口臭 我都嫌满 所以答你又是废话 我想不答反而才是最好 如果这样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你们国际线 日后再做下去的事 是无力的 是无事可以做得到 所以那些人 只听到什么黄友KOL 所谓的分析 说现在社会发展是怎样 国际局势究竟是怎样 国际关系专家沈玉辉 你不出来说 为什么王毅部长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这样的回应 那代表什么呢 有没有机会释放到黎智英呢 释不释放 或者黎智英到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 如果你跟我说 到最后结局就会在监狱中老 住到死的 还是怎样的 没有机会放出来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们国际线还做到什么呢 连区区黎智英都放不出来 说什么光伏 还是怎样的 那就更加不可能 光伏也不可能 香港争取不了民主自由的 那你再做这些国际线 你还在说这么多 来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局势怎样发展 或者知道 原来香港就没有希望了 是美丽新香港 等等等等 如果这样的话 还需要听你说吗 香港也会沉沦 你是想笼络那些 想看着香港怎样死的人 来到给你钱 所以这些人是相当赞格的 例如老蕭 以前的左右互法 其中赵善轩 经常以博士自居 在那里说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情况 那你不说这件事 不如说一下这件事 不如说一下 为什么金马伦 这样说完 王毅部长的 都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那接着怎样 你说释放黎智英 会释放黎智英 坐盐就放他 如果你问我的话 答案就很简单 其实有时看见那些国际线 或者那些通缉犯 或者罗冠聪 整天在扮悲天敏人 在帮香港争取民主自由 要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多惨 好吧 如今见到金马伦 他有说 他写他有说 他实际上怎样说 我们不知道 这些政棍 可能轻轻大过一句 我们关注释放黎智英的事件 我们听到民间有这样说 希望你们留意一下审讯 究竟是怎样 会不会死狗的那样 又或者 我们迟着也有关注新疆方面的问题 麻烦请你 王毅部长 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也有关注这件事 我很多东西都在关注 所以也不要尽讯 或者你自己幻想到 金马伦力竭声势 还是怎样 就跟王毅部长去说 我估计都是这样轻轻大过的 否则是省到你的面屁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叫我释放黎智英 你都瘋了 香港的事发独立 你说放就放 现在审讯的事件 怎样可以释放黎智英 你都瘋了 意思是 如果废除了港区国安法 那你就没有这条法例 那就不用审讯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不要白痴到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其他那些 因为港区国安法而入狱的人 等于是否都要放出来呢 如果坐过监的那些 因为港区国安法 例如像延鹤施政那些 那些什么黄日战就是这样的 用一下脑 都知道不能够这样做 所以这些正一 都是正棍的口号 你们陪他叫一份 所以说你们是黄珠 就是黄珠 其实有时候 你用一下脑 想多一步 或者想多两步 三步的话 就像捉棋 捉象棋 国际象棋也好 什么也好 围棋也好 你一定要想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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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的时候 会对局势 整个局面有什么发展 是一个布局 是一个陷阱 还是一个攻势 还是一个手势 以退为进 还是全面进攻 这些事情想得清楚才行 可能这些人就很少下棋 只是过去玩手机 这个不知道 总之怎样都好 王毅部长 对于就算去到英国的外相 金马伦这些人物 你叫到 都是彩你也有味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你们这些人 一定要胡假虎威的寄生兽 要靠什么外国势力 来撑腰 帮你们去争取民主自由 就收得工 如果现在去到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之前集拜会的 都不会和你们说 就算说了 结果都是一样 都不会理你们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还相信他们 还要付钱他们 还要觉得他们说的 是独到分析 陶杰出来说 陶杰很崇拜这个金马伦 觉得这些是上等人的 读贵族学校 有什么读历史 还是哲学 有做过英国首相 也说他英文的口音很好听 说他才高八斗 熟历史 熟文化 沙士比亚 他很崇拜这些正宗的洋人 尤其是洋人贵族 真是欠罪 还没有趴在地上 要拉他去鞋底 有时候看见这些人 对于金马伦 那些蛤蛤蛤的款 希望你帮到黎崇欣 也有找过他 叫他放他父亲的黎智英 搞神怎么办 不就不行 说了 不过王毅部长 或者相关的中国外交部 没有去回应你 就是这么简单 那今集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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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